那到这儿呢 咱们这个语法就已经给大家讲完了几点了 三大点对吧 然后再接下来还剩最后一点啊 最后一点就是这五个介词的用法 那像这五个介词之前都给大家讲过 今天只不过来做一下复习而已 好那咱们先看第一个啊 今天刚才还先学了一个表示终点对吧 一说到这个啊 你能想起来它有什么用法啊 首先一个它是不是可以表示方向 去哪哪哪到哪哪哪对吧 比如说我回家 这是不是我去家里头 我往家的方向走 那你是不是就会说 boy a casa对吗 好然后再接着比如说 我从家离开到办公室 那你就会怎么说呀 salvo salvo de la oficina salvo de casa 从家离开对吧 salvo de casa 然后a la oficina 这说表示是一种方向 去哪哪哪到哪哪 好然后再接着如果要对这个 a casa提问boy a casa 这个a casa提问 那我应该用哪个特殊一文字啊 是不是去哪 那你去哪用的是谁啊 是不是adonde 大家注意啊 之前咱们不光学过adonde 你还学过什么 从哪 从哪那是谁 是不是de donde 那adonde这是连着写的 都加中英符号 这叫特殊一文字 对不对 那你这个de donde 它是连着写的 还是分着写的呀 是不是分着写的 对吗 那你去哪 那你就应该怎么说呀 adonde vas adonde vas 好 这是这个 表示方向 第一个没问题 然后再还有第二个 它可以表示目的 那它表目的 跟bara表目的不同 对吧 bara这个介词 它是表目的最多的一个 对吧 之前给大家对比过 那a什么时候表目的 只与表方向的动词连用 之前给大家画过一个饼 你有印象吗 比如这个圈里头代表 所有表目的的情况 那所有的情况都可以用谁呢 用bara 但是a呢 只是占据了其中的一个部分 那为什么a只是占据了一个部分呢 因为它值与表方向的动词连用 值与表方向的动词连用 那也就是说 能用a的底儿 一定能用bara bara目的性是最强的 能用bara的底儿 不一定能用a 如果没有表示方向的动词 那就用不利 那这个表示方向动词指是什么 是不是ir 去哪是为了干嘛 对吧 那再比如说venir 来这儿是为了干嘛 对吧 然后再比如说 volver 回来这儿是为了干嘛 对吗 那再比如说salir 离开是为了干嘛 等等等其他 语表方向的动词连用 好 那再接下来 再比如说 我从家离开 去上班 那你就会怎么说呀 是不是salvo de gasa 目的是什么呢 a trabajar 去工作 对吧 那你这个a 是不是跟表方向的动词连用 就是表目的的 然后再接下来 大家再看下头这个用法 然后它可以表示具体的时间点 终点 咱们刚讲完 在几点做什么事 提问 在几点做什么事 用的特殊语文词是 ageora 然后再有 大家千万别忘了最后一点 人做宾语前家 人做宾语前家 比如说 我请Santiago 那是不是就是 inbido a San Diego inbido a San Diego 如果要是把Santiago画起来 对人做宾语提问 用的特殊语文词是哪个 是不是就是 agin 好 这是a的几个用法 表示方向 去哪让哪 到哪让哪 再有一个呢 表目的与表方向动词连用 再有它还可以表示具体的 终点 人做宾语前 咱们接下来看下一个介词 这个gong 之前是咱们讲过的 也是作为复习来说 那在看gong之前 那你就知道 它这个介词 相当于英语当中的v 它是不是表示什么呢 伴随 对吧 那是不是和我和你 和他和您 那再有 那和我和你 你是不是要单独的去给他记住 特殊的记住 那和我是 gongmigo 对吗 gongmigo 然后再接着和你呢 是不是就是gongdigo gongdigo 和他他您 是不是就正常了 分着写成俩词 对吧 和我和你 和着写成一个词 那要是和您的话 那就是gongusted 这很正常 然后gongusted sotro都分着两词 只有和我和你是特殊的 对不对 好 来咱们看一下 这个gong的用法 首先一个 它可以表伴随 是不是和谁谁谁啊 比如说 我和你去 是不是voy gongdigo 这就可以了 好 然后再比如说 我和dereza去 那是不是就是 voy gong dereza 那如果要是 对这个dereza提问 那我应该用 哪个特殊语问词 是不是gin 那又是对gong 这个借词 gong 后头的东西提问 要把借词放在哪 特殊语问词之前 所以你要用 特殊语问词是谁 gongin 和谁 对吧 那是不是就是 你和谁去 那就是gongin bus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gongin bus 好 这第一个 它可以用来表伴随 然后再接下 它可以表什么 携带 包含 对吧 那比如说 我带着一瓶酒 去他家 还记得那句 怎么 是不是voy asugasa gong ombino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gong bino 好 然后再有 它也可以表示 用什么什么工具 比如说 你可以 你用铅笔写呗 是不是 你写 escrivis 然后再接着呢 gong lapis 然后再比如说 中国人用筷子吃饭 对不对 然后这指的 往往是一个 实在的工具 较多 那你看 中国人用筷子吃饭 是不是我想说什么呢 是不是想说 中国人吃饭呢 是不是 los chinos 还记得那个句子吗 gomemos gong balichos balichos 这是不是筷子来的 好 这是gong 你记住这三点 先记住 和我和你是特殊的 是gumigo gongigo 然后再有这三个用法 一个可以表 伴随 携带包含 还有用 所以你往往会翻译成 三个字的时候 是不是用 然后再接着呢 de de 对吧 还有什么呢 和 这三个字的时候 就会用到 gong这个解词 往往大多数情况下 好 然后再接着咱们来看de 这个de 是不是之前咱们讲的 它也有这些用法 大体来讲 相当于什么英语当中的of 或者是什么from 对吧 咱们看第一个 那个 它是不是可以表示 所属 对吗 咱们经常说什么 这车是Santiago的 是不是el goche 然后再接着 es 是属于Santiago的 对不对 所以那你要加上一个什么呢 de 那你要不加de 这个句子就变成什么 这车就是Santi Santi不是人 它是车 那如果要是对这个Santi提问 那你用哪个特殊语问词啊 是不是de gín 3D它是个人 那你用特殊语问词 是不是gín 对借词后提问 要把借词放在哪 特殊语问词之前 那是不是就是 de gín es el goche 好 除了表示所属 它是不是可以表示修饰 比如说西班牙语 可 我主要想表达是什么呢 可 对吧 什么呢 可 是不是西班牙语得可 de espanol 那再比如说 教室 是不是中心词 我想说屋子 sala 什么的sala 是不是课堂的屋子 那是不是就是sala deglase 好 然后再接着它可以表示什么 来源从哪哪哪 从哪哪哪 比如说 首先咱们说来源 它是不是可以用来表达 我是哪人呢 那比如说我们是中国人 是不是somos de china 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来源 然后从哪哪哪 它是不是可以表明一个地点的起点 对不对 一个地点的起点 那比如说我从家来 是不是我来 是不是be no 然后再接着呢 de gasa 我从家来 起点 好 这这个de 再接下来 它会有一些什么固定搭配 比如说de nada之类的 这个就不再多说了 然后像这个固定搭配呢 大家一定要记句子 再包括再讲这个介词用法 这中文给你放这 然后这你只不过做一个了解 你还是要干嘛 要记句子 否则你时间长了你会发现 这个介词也可以表示方式 比如说那个也可以 那个也可以 那你就疯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句子 好 然后再接着下一个介词 bara bara它是不是最主要的 是用来表什么 是不是表目的 对吧 那bara表目的咱们也见过 比如说我们有时间喝咖啡 那你会怎么说呀 我们有时间 是不是denemos tiempo 那我们有时间是为了干嘛呢 bara 喝咖啡 是不是domar 咖啡 对吗 那你看刚才我还说 bara表目的跟a表目的 能是一回事吗 他说不是一回事 a表目的只跟表方向的动词连用 bara呢 它是最宽泛的这种表目的的一个介词 那你这个句子 你这bara能换成a吗 绝对不行 因为你前头哪有表示方向的动词 什么去啊 来离开 好 然后再接着 它还可以表示什么 给谁谁谁 表示一种对象 对吧 那比如说 这书是给Olivia的 那你会怎么说呀 是不是el libro es que para Olivia 对吗 好 它还可以表示什么 对于什么什么来讲 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讲 就会说什么 para nosotros para nosotros 所以我觉得这个介词 它也好理解 它可以表示目的 还可以表示什么呢 给谁谁谁 还可以表示对什么什么来说 或者对谁来说 然后再接着看这个por para和por你一定要分清 para表的是目的 por表的是什么 原因 比如说咱们问为什么呢 那你会说porque 对吧 porque由于什么呢 表达的是一种原因 好 然后再接着 它可以表示时间段 你时间段要记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固定搭配 por la mañana por la tarde 和por la noche 是不是 好 然后再接下来 它还可以表示什么 地点 地点 它可以表示 在一段范围之内 对吧 然后咱们书上标了一个移动 它是一个运动前置词 它非常 怎么说呢 强调移动 那比如说 我在公园里头跑步呢 是不是我跑啊 那就是 corro por el parque corro por el parque 你想我跑步 你想我跑步 我不可能在公园里头不动吧 那是不是 它是一个运动前置词 那你这个句子用en行吗 corro en el parque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你像en呢 它是一个状态前置词 它不强调运动 那如果你要说 corro en el parque 只是简单的说明 你在哪跑 那再比如说 在桌上 有一本书 那这个在桌上 你只能有en 你不能用bor 为什么呢 说在桌上 我不强调它运动 说还长腿了 不成 是不是这么意思 所以说 像这个bor 它可以表示 在哪里哪 指的是 在一段范围内在移动 或者是沿着哪里哪 指的是什么呢 沿着一定的路线 在移动 对吧 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个什么 bor agi 你这个bor agi 有几种理解 是不是两种 一种 是不是在这儿 这个范围内 另外一种是什么呢 从这儿 是不是沿着这儿 一说从有同学 想到de de和bor 是不是两码事 de只强调 起点 bor呢 只是沿着一条路 在运动 好 然后再还有bor 当然也有些固定搭配 这个就不再一一给大家追述了 在这儿呢 简单给大家回顾了一下 之前你学过的 最最重要的五个芥词的用法 好 那学完这个以后 咱们第五课的语法 就给大家讲完了